大家看到的是在国立中心大学呢 也因为强政的关系传出了灾情 多栋校舍建筑物军裂 那么校方紧急停课 并且也成立了网路灾情汇报中心 提醒学生们注意安全 这是透过学生以及校方所拍下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很多大楼外墙都有了裂缝 那么包括了像是综合教学大楼各楼层 墙面都有军裂的状态 而土木大楼墙面也是有出现裂痕 甚至电机细管磁砖都掉落了 因此在校方的方面是决定 今天紧急宣布停课一天